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鉴定就是一个一个特点了 是不是 这是一个特点 另外一个 万立的眉层跟着不是一个造型 大家仔细看 这三个在这摆着 大家好好好看看这个造型 你看这个尖呢 下来的特别美 到这儿逐渐稍微弯一点 基本上这点是斜着下来 这弯一点 你看这弯一点 看这弯一点 这个基本直着下来 你看基本造型都是这样 特别漂亮 以后就封肩了 封肩就是往外宽了 待会儿一会儿咱们看 这三个都是原带的 都是原带的 底下那个 底下那个是萧河月下追寒进 这个 你看这马 四体马腿 蹬开正在跑 这个东西是南京市博物馆的 看看啊 看看这松树 看这松树 看这竹子向上 看这松树化多好 这是原朝最大特征 咱们再往后看 这个罐子是咱们的锅那儿爬走的 这个罐子专家鉴定那儿假的 有点毛病 专家鉴定假的 这是八几年从潘棋园排跑走 跑走的 一个人花了六十万买走的 花了十万块钱修理 到苏比派了六百万 就这东西 这是三股毛炉 就这件东西 它光照这两 那边没照 你看这松树 我看一下 松树林 松树那皮画得多好 这松枝 是吧 这草叶 这柳树看着画得多好 元代喜欢画柳 画得特别好 你看这柳树 喜欢画竹子 竹子叶都往上去 这可能朝军初赛 这个我没见过 这在国外呢 这也在国外 这也在国外 这可能在日本 在那儿 走 这都没在国外 全在国外 这是西乡记 你看这柳树画多好 你看这竹子 香上 大葫芦 扒干嘛 方的 中间有条缝 你看都有 都是方的 中间有条缝 实在封门 葫芦 看一下 葫芦 山子留出边了 跟画画一样 留出边了 你看 为了增加立体感 这竹子 这条靠厚了 变成小叶似的 这个往后 这条靠厚了 走 走 走 好,清楚了,这个弄反了,蒙田将军,造笔的头影,蒙田将军,你看,你看这人符合比例不合,看看,这手举着旗子是不是,这手是不是在这儿,你看是不是,不带错的,人体比例合适,你看这画的手,这手往前一推, 你看这手画多好,你看这手插着腰,你看这手画多好,什么你说,身体用种青花,绣口用蛋苗,没有,这没有,有有,这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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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这儿有,这花是在这儿呢,你看竹子都向上,这只在通过,看看,没有一点话粗之难道的,走, 小时候,吊着灵芝,看看,活泼的样子,看见不,她现在那画工才能画出这怪了事了,你看她形化有数,灵芝,小嫂你看画多细, 你看看这个虾子,这虾子不是蒙古人样吗,是蒙古人样吗,你看,肩胛节奏,你看这鹿屁股有,小嫂一削这,你看这团, 这在咱们国内 走 四爱族 这是武汉市文物商店 这个故事我知道 我90年在他这编幕 这个东西拿出我第一个看见的 我老师第二个看见的 看见当时拿出了我这宝贝 他们后来也知道是 这件东西特别有意思 一个公关局的一个人 不知道接哪弄成一瓶子 上上卖去了 卖了三年都没收到 都认为是假的 摩托地三年实在没办法了 干脆收了就得了 当时收的是八十 八十五千收了 收完了以后 正在我们那年鉴定拿出看 我是这宝贝 宝贝 后来我老师一去看一眼宝贝 给他们高兴坏了 现在这在武汉省博物馆呢 湖北省博物馆呢 你看画得多好 葫芦叶 开光三个 一二三 八达马 方的 小的叶冲着这个缝儿 这都是不可缺少的鉴定依据 这都不可缺少的鉴定依据 这是什么 这是桃圆明爱菊 这是爱菊是吧 爱菊 你看 画的那比例 随上蛤子嘛 你看画多自然的啊 多自然 这飞凤画多自然 这更有意思 这是外圈种苗 里头用淡苗 这个大叶 大只的呀 三个大只大叶 再翻个那其他的细部 翻个其他细部 四外图 这在全国少见 元朝人号打仗 都要画武将的那种东西 唯独这个 还有西乡纪 他还得要有闲情意识 所以不能像书上写的 都画的武将 这实误证明了 他又有闲情意识 这人的思想挺古怪 打仗打腻了 就见着 过点安逸生活 所以在慈性上 就反映出来了 这就是时代风格 你看这 梅漆喝泽 看一看 你看这梅花画多好 嗯 这柳树画多好 这荷花画多好 嗯 这一个一个的 多近 没有一个说 人比例失调的 没有 你看那仙客飞的那姿势多好看 走 原代造型 一个最大特点 也是以后很少见到的 就是瓷器做成八轮状了 这是原代的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千万不能忘了 刚才我那小瓷片 是八轮的那小瓷片 那就是八轮一壶顺的一小瓷片 嗯 就是那个 我那就是 这个圆的好做 八轮 必须做八个 玉湖春的样子 给它对的一块 还不能拿路路转 一转全散了 所以这八块 必须做的是一模一样的 才能对的一块 进行修整 才出现这个 最难做的 这狐独 安生以后 不让人看着烦 非常合适 特别秀美 粗犷当中有秀美 秀美当中有彪悍 这就是 原代玉湖春的最大特点 这个直狐 直狐最大特点 嗯 你看这菊花 这菊花你看 全都是留白胶 留白胶 这个是咱们归类吧 锅内 这咱锅内 这个还在盖上有管 这锅是八楼的 这有一丢 人家这人家摔成馅 相当漂亮的 走 八楼 没平 就清楚了 你看八楼没坑 嘴都是这样的 等到后来 到了永乐宣 就变成唇狗了 这是叫板牙狗 这种八楼的东西 是原代瓷器当中 最特殊的一种造型 八楼壶 八楼没平 八楼罐子 这都是属于原代 特有的造型 以前没有 以后没有 走 四系蝙蝠 四系蝙蝠 原代独有的 独有的造型 以前没有 以后没有 如果要有 百分之百是新的 百分之百是新的 哎 这特殊的 这四个 一 二 三 四 这三个 其他个三个 特殊 这特殊就不能做 不是 小头细身 小头细性 肥身舌尾 小头细性 肥身 舌尾 你看 你看这个 这灯塔多有力 你看这肘子 这肌肉都发达 这个叫蝙蝠 四系蝙蝠 这四个系 这是仿蒙古的那个 那是水 啊 你怎么说 这是缝的 瘦带鸟 这都是烧带 烧带的 老师 这个原型化的 这个清掉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 苏 苏尼泊清料 苏尼泊清料 有没有 那个 也有 就全部是苏尼泊清料 有 我今天早上讲了 纯苏尼泊清料 有和国产和绘 和绘 颤在一块 有颤三分之一的 有颤三分之二 又个别的是 一点都没有 就是现在仿在 他又有 用了苏尼泊清 没关系 没关系 再说一遍 苏尼泊清料 没关系 这都没关系 这种新学习 开始出现 这种问题 是正常了 现在再告诉你一遍 苏尼泊清 用光了 再也没有了 它是宝石蓝色 希望你把我那瓷片 记住了 那颜色就行了 这个颜色准不准确 照片的颜色绝对和实物相差十万八千里 咱们只看它的风格 不要去研究瓷片 这个照片上的苏尼泊清 你永远也不会多好的照相机 日本的科技再发达 它也制造不出来 照出和原物色都一样 女同志爱织毛衣 到商店买那毛衣那屑 叫多数多的钢号 对不对 如果你这毛衣织完了 你再去配不是那钢号 那色是永远配不上的 这个女同志织毛衣有这感觉 要是三十八钢号了 你买三十九的就不一样 那色都配不上 谁要买毛线 织错了毛衣 那个带颜色的能配成一个 除了黑的啊 黑的那太什么 黑的也不行 黑的也不行是吧 不行的 一个画家画完了画 用完了颜色再配原色去 累死他也出不来 我告诉你 这我不知道画画了有这感觉没有 绝对配不出来 同一个颜色盒里头出了颜色 今天颜的颜色和明天就不一样 斜了门了 那怎么办呀 谁说解释的 我解释不通 它就是不一样 拿眼睛看它就是不一样 那怎么办 咱们按下看 八轮的葫芦瓶 是圆带开始有的 啊 中间一大堆没有 到了 嘉靖万历 嘉靖隆庆万历 尤其嘉靖和万历 俩老子信道教 嘿 图了平才开始出现有 这时候就有 因为元朝 到了中国以后 他是儒教佛 混着全有 元朝还是比较开放 因为为什么元朝这么发达 做出这慈性这么精美 以后都比不了 为什么史书上没记载 就因为元朝是少数民族 少数民族 咱们正是不写 少数民族统治中国 现在还在说 元朝在哪建都 还得又往回拉 咱们这 好像这又是咱们祖宏了 又是 这往回拉 咱们中国这文化 就是为何所用 元朝之所以 这么大的创新 这么大的 这么大的贡献 史书上没记载 没记载 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你看这瓶子都是非常少见的 这瓶子 以后都没有了 这瓶子 他那中间那横向白的是起到去的 哪个白的 就那个瓶口那 您刚才那个 这个 对 这个 这个造型特殊 这白的 隔线 没画好 没画上 哦 没画上 故意的 故意的起雷 对 这个造型特别特殊 这个造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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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起雷的一个隔线 一层 两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六层 搭着满着铺垫的花纹 太细密了 现在画是画不了的 他也不会画这功夫 在那画不了 这电瓶是哪的 这个 这个 这个我看看哪的 这不是咱们中国的 美国 英国 英国在大英国晚的 这 你看这里头画的 画的 画那半里 画着花卉 这都是少见的 这都少见的 非常少见 这 这都非常少见 这绝对是元朝的 新设计的 现在又新访的吗 新访的 新访的 没有这种 没有这种青花颜色 胎体比较重 绘画风格 离它 是相差万里 不是发黑 就是发淡 滴了这个瓶子 甚至甚至能给闪了腰 所以这都是死 图上 又里红 走 圆又里红 再给你们说一下 竹子 向上掌 枝叶肥大 没有反侧面 全是直直往上走 没有往下搭了的 也没有反侧面了 竹子卷着的 没有 这完全符合 宋代画竹子的风格 现在继承 梅花 最好的是写实 绝对写实 既有 既有出 出战的陪雷 也有含苞 雨放 也有盛开的梅花 现在正快 梅花已经过去了 咱们北京不知道 开没开 在南方过去了 你当年树上看 现在你到外头 如果有花看 准不会 这个花一块都开了 这是符合大自然规律的 既有小包包 又有 含苞玉饭 将开外开 也有盛开的 等到都开完了 该长叶了 这没长叶了 对不对 符合规律 再有一点 这和以后不一样的地方 最最不一样的地方 梅花 好看 但是有刺 是不是 你看 这都带着尖刺 看着 以后好多 等到永乐宣德 时候再画梅花 就变成凸梅花了 就没有 没有 没有这个刺了 你看那松树 把这松皮都画得 干干净净的 画得非常像 一丝不苟的写实 松树枝 是团状的松树枝 你看看 这完全是写实 这是在国内 嗯 这是在国内 这个 这在国内 在国内 这个相当好 而且你看那山石 都留着空白 大家记住了 花 是 有盛开的 有含苞玉放的 有出战陪雷的 这是三种 在一块长着的 没有印 第二个 上头有刺 然后有刺 这完全符合 自然规律 后来画的根本就 而且这 没画的 没有长得直直的 全都是 球干 互相伸展 互相交大 都是这 你看这 这都有 这完全是写实的 希望大家把这几个记住了 走 这叫移 移啊 就一个野子 一个野子 加一块 这是鱼 这是元带鱼 元带鱼最大特点 是芒头 这个我收了两个 我参加工作以后 我才收了两个 从我手里过了两个 这总裁用 这总裁用 这干嘛 用 水啊 摆水 摆水用 或者摆酒用 这一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从商单末期西周开始 清空气有 中间一大段都湿 没有了 到原厂又出现了 和西周的清空气 完全不一样 新冬厂是长条了 它现在变成圆的了 我收了两个青花的 中间是麦碎 中间是麦碎 颗粒一桩麦碎的 那个牡丹花 这个是 这比我那好 有点饮青的味道 特别好的 红的烧得特别鲜艳的 走 右里红 右里红的青花灌了 就和 青花的那个不一样了 这连起来了 但是它还没跑出 原代风格 一 二 三 这不是写原右里红吗 上面上面那边有 就是年代风格 上面什么 连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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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个青花的不一样 连方的带圆子都有 它就画 跟那个青花不一样 这可能是两种风格 走 右里红是江西那被发现的 意思是 注意啊 外头迈上了别动 一个也别动 劝你们别动 没有一个是真的 外头 排 London 多的很 要多少有多少 拿框给你抬 走 这也别动 这都一坑书的 这都别动 外面也有 没这个道 比这小 这都别动 走 这也别动 一吸腰 这是云南的雨漆 这不管了 这雨漆那边东西太多了 走 这又有轮贯了 走 这南京摩远 我那同学 张福生 上全国展览的 全国精品展 当时还不允许他做软卧了 省里特批 文化部特批 两个人负责 押送这个 又旅红的这个 这个龙贯子 条件是 卧铺里头 就他们两个人 让列车员把门倒锁上 谁也不肯 不能开 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 必须有一个人 当时从北京坐火车是 一天一宿 两天一宿 两宿一天 这两宿 谁也不许睡觉 一个人睡觉 一个人抱着 押送北京 受了大罪了 多乎 这个桌工后不是太细 但是 铜孔钓 反成红的 太不容易了 这咱不讲化学反应 前两校一段 铜孔钓 铜的养花物 非常能还原成红色 还原不好就变成黑的 所以这是元朝 比较成功的作品 你没亲眼看 看了龙儿刻的细极了 这龙儿都刻了 现在发这个中工又是的话容易 容易 现在掌握住了 但是烧不住这种 特别鲜亮的 走 这是元又里红 转口碑 这里又能转 但是下不来 我看见一个整个一个破 这我也看见了 这把不下来的就是旧地转 那破的是景德镇那个陶瓷研究所从 玉瑶厂里挖出来 走 这是阳洲文物商店 这打我参加工作第一次出山上阳洲 就看这东西 差点拍卖出去 这画的相当的细 又里红画这么细的花 这是元代 最细最细最细的 以后再也没有了 这个口是厚厚厚厚的 有人说五十年代 元旧元清花 又里红 实际上这是解放钱的东西 就那么受尊敬 可能在当时有人懂 没人懂这东西 他不过上这个 这还是溜着筋的 铜溜筋的口 走 这是河北宝庭 六二年在宝庭中学里发现的 又里红 楼空 青花又里红楼空 大罐 一共出了一窝 就出了两个 一个在故宫 一个在宝庭 英国也有 英国有个在探卖 人探卖掉 对 对 实际不贵 他得没杠 英国这单 还行 还行 这解放钱都出去过 走 这元朝那个孔雀绿 这是仿山西发花的 元代 这种最大特点 柚子中一爆 它是在柚子上的上的色 再造一层色药 所以容易多剥落 这是元朝的 走 这也是 这也是 这个蓝色是灶蓝的 叫绿的也好 这个学名就叫孔雀绿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 它这是叫优先定型法 你想给他改颜色 大一会儿不干 这就叫孔雀绿 你要说给改型孔雀来 人家不理你 这就叫孔雀绿 优先定型法 甭管他对错 就这么叫 就得这么叫 就得这么叫 走 欲吸腰 这哈绿西那边打个打果 潘那边有卖的 没人要 不是没人要 大家伙不理解 不理解 这不是明显的元清花的外套吗 这不是也放着遍体连半吗 这就是哀上了 它有地方性吗 是吧 云南玉西吗 出烟角的地方 这不是典型元清花的那个 带爪的那个印吗 走 元无财 兽 就是磁绿窑了 天地打击 90年 一个蒙古内蒙的小伙子 送故宫几件 五件元清花 加五采加金的品 那个玉湖春 好几件东西 五件 我正在国家务心 帮着工作 就那天中午 定十一点 楼里就乱了套 蹦蹦蹦就跑 结果这件东西 在故宫的 整午门 传达室 小伙子把这五件东西 把它搁在传达室 五件东西 拿到故宫陶瓷组监定 第一个先生 耿先生看 耿先生告诉他 说你把这东西 无论如何扣下 好东西 没敢告诉小伙子 什么好东西 知道吗 怕怕 怕把他惊 怕把对方给惊了 就是好东西留下 真的好好上来 结果这小伙子 真不简单 抱着这个 去上陶瓷组 他们这一个文物鉴定陶瓷组 这边是陶瓷组 这陶瓷组学员派的 到那里 我赶紧拿走 耿先生这些不对 这都是新的 拿走大伙子 结果这小伙子 一听这边势力大 这边坐一杯子 这边咱坐一个 人家就听这边的 我爸拿 所以就放手了 耿先生一听 怎么还不回来 说赶紧回来 干活 结果等着一个多小时 两小时还没回来 问了孩子 说孩子 那边说这是假的 耿先生急了 一拍桌子 怎么会假呢 赶紧给国家务务局 张德勤打电话 说五件原青花 加五彩 加金的 瓶子跑了 张德勤一听 招了急了 通知外事组 通知 打电话 加急电话 给全国各海关 一定要扣着这个 没扣住 跑了 跑了 上香港去了 前年个 大前年个 这件东西回来了 回到上海博物馆 博物院 博物馆 让上海博物馆买 五件破的 五件破的 要不要 到现在还没定点来呢 这已经适合三年了 没定点来呢 要不要 要要 五件东西 一件东西 一百万 五件东西五百万 现在的其他怪人 太多 还让我们买 你买不买 不买你就没有 买了你没那么多钱 让你干着急 这就是鉴定家和学术家 不同的地方就在这 我老师在香港买了一个橙化的罐子 荷叶罐子 橙化的 我那同学在海淀区也挖出一个橙化的罐子 这橙化罐子挖得太可怜了 没想到这橙化罐子是在棺材外头 铁回土的罐 一敲给 给铲碎了 现在这东西在哪 在清华大学那个 那什么那博物馆那 展陈列着呢 借战 沾上的 我有全套的照片 我那同学给我照的 我那学生给我照的 耿先生买的跟那一样的 差不多的 现在这件东西没入库呢 学术者认为这是假的 说为什么假的 说橙化瓷器不上护胎粉 那个底下有护胎粉 我说了 上护胎粉和不上护胎粉 这是当时对胎的要求 这护胎粉上的 是为了增加它的白度 不是假的 我说我的学生 在凯电区挖了一个跟那一样的差不多 现在这还护胎粉上呢 后来我跟他们说 我说这不是外外买的 我说我外买的 要你们卖不卖 他们也不卖 所以在那儿晾着呢 现在在那儿晾着呢 现在还不承认呢 学术界还不承认呢 那没办法 那就随移吧 随移 走 这是无财 你看 这完全符合元带的风格 你看这一 二 三 四 五 完全符合 这都在国内呢 走 小椅子 宝座 这我老师 在解放前 我这老师叫什么叫 孙慧丸 在解放前 在鬼事上买的 那不是的鬼事 跟蔡泰的鬼事 怎么一样 那可真是 身手不见五指数买了 滑根仰火一照就买了了 就是火柴库 这么一滑 这么一辆的工作买的 现在全国唯一一件东西 解放后 老头子没钱了 卖个故宫了 当时卖了多少年 我记得 他跟我说 卖了三千块钱 可不是小说 那时候 一个月工资才多少钱 一天要挣五毛钱 就是财数 现在他在故宫了 现在他们管的叫 右下者 或者右下贺 买了这一个到现在为止 从解放前 四十年代 一直到现在 没发现第二件 希望大家发现第二件 可是发现第二件 注意啊 别买甲了 为什么 这甲子太多 必须符合原价风格 必须符合原价风格 走 这个是 这个是 扬州文物商店 买的季兰白楼煤瓶 这是大英博馆的 季兰白楼煤瓶 这个 是我到扬州文物商店 头天 我到扬州 那扬州文物商店 头天都买的 第二天我就看见了 拿来看 看的说 三种意见 扬州文物商店 老师说看是万利的 景泽镇看是 红武的 我看是元朝的 当时我的同学 在扬州文物商店 我跟他观点是一致的 为什么 小头细静 肥肾蛇尾 而且这点是板羊口 和前面那一样 这弯弯的有一小区 相当漂亮 当时 跟我说 华老师 有一个还碎的 我没要 我说赶紧追 从景泽镇来了 追了半天 真吓几人追了 追了一回来 没追着 这人找不着了 不知道是把这剩菜了 还是扔了 不知道 是一对 一对 那坏的要瘦了多好 他们按万里瘦了 太可惜了 那坏的 要沾上 也是一级品 这个在故宫的这个 这啥也就是皮 没皮啊 盘 这是土焦还是布白 白布白 有点暗光 有点突出 这在故宫的 宝石蓝色 那在国外呢 这在故宫的 宝石蓝色 有点像堆掉的一个 稍微凸起一点来 半浮掉 走 这就是故宫那种 你看按照照片走 那不是一买一上大 这都黑了 您看一黑得买啊 这是保识篮子 这是鹤鸣牌 是鹤鸣牌 这是鹤鸣牌 是鹤鸣牌 这是鹤鸣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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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这不 火焰吗 是 是 大盒有没有了? 好,圆带的,清白要是这么红。 增广虎从羊带开始,永乐宣德友,往后到清朝乾隆友,雍正乾隆友,中间一大段没有,后段没有,这就是坚定。 这不就缩短距离了? 这也太怕了。 好,休一会儿,怎么写? 好,休一会儿。 这个地方绝不能封口,为什么不能封口? 好,你看,这是那粘子的一瓶,在这儿,这是那一树,这一横是往上去的,这么转过来的。 如果这粘子的口罩封死了,就变成这样了,那就不对了。 因为这粘子是不封口的,知道吗? 是你问我的吗? 封口的是绝对不对的。 如果有乾隆,稍微过去一点,仔细拿眼睛一瞧,是过去了,阴过去了,绝对不是写过去了。 这个希望大家注意,这粘子那点绝对不能封口,封口绝对是民国以后的。 还有一个,除了你问我之外,现在写乾隆款是相当规矩。 那个乾隆款写的太规矩了,方方正正是一丝不苟。 要注意,要注意,这很可能是假的,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乾隆到道光之前的年,这个大清乾隆,大清嘉庆,大清道光年制, 都是拿手写的,都是拿手写的,不是拿尺子打的,打嗝打的。 我这有证明,我这,我这拿手写的,我这拿手写的,是不是拿手写的? 不是拿尺子打的? 太规矩了,要注意,我这都拿手写的,看见吗? 你看这,这不一乱写的呢?是吧?拿手写的。 这是万历,这是万历晚期,这是万历最好的那个清华原料,就是这啥? 这是万历晚期的,发灰,这发蓝,蓝中山子,这蓝中山子,这更鲜这个。 不,不转着看吗?不转着看吗? 这也有可能龙性,不会不会,龙性比着孩子。 嗯。 来来来,走着看,走着看,走着看。 就是,就是。 这是...... 你哥这挺好。 这是,加净, 这是万历。 这是万历往期。 赏灰。 这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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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兰中山子,这是,兰中山子, 灰青,这就是灰青,这就是灰青,大伙看看 现在你有一个误区,你怎么老认为这瓷器是出土的呢? 这个出土的瓷器很少,不能说没有 但是等到后期,等到明朝以后,大部分都是公平使用 它怎么会出土呢?你怎么老在这出土上做文章 这是瓷片啊,你瓷片是在土里埋着 但是人使的,砸碎了的,那不能叫出土 出土是在坟里埋着的,是有意识的 这个是摔碎的,埋在地里头,你不能叫它,这也叫出土 这你走了误区了 现在都是瓷片,没见过 词片,词片不能说全体,只能做一个参考 作为我们见证瓷器的一个依据 但是不是整体,因为它是碎片 你不能公其一点,不及其余吧,对不对?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现在,现在的情况下 很少拿明朝的东西去挂明朝的瓷 或者拿清初的瓷器速摊去挂瓷 为什么?第一,这些东西都让我们收绝了 就那明朝椰石罐,就那死人摆的钱的那小罐 都让出国公司和我们都收绝了 外头那小白罐 带降口那小白罐很少 这是第一个 本身那小白罐就不值钱 他要挂的彩在卖不出去,全砸在手里头 他也不费那工 这个什么时候有啊,在民国时期 曾经有一部分 是拿这种椰石罐,白瓷罐 挂点狮子 五彩狮子那样的罐 有,后挂彩的 非常好看 怎么好看呢? 画的不流畅 不那么活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在整个文物当中 现在也不可能了 有那个旧摊白的 素白的从宫里流出来 让你去挂彩的 因为过去在清朝遗老遗少 他可以从宫里偷出那素白摊来 卖个古安商 现在那遗老遗少咱们都看不见了 早早就驾鹤西去了 骨头都称坤了 他不可能偷出白的瓷器 让你后挂彩去 另外一个在当时后挂彩呢 有雍正的 有乾隆的 那个时候 那些旧胎了 都是他家使用过的 使用过以后他要后挂彩去 那就相当难了 那时候没有八四 没有八四 没有去油的东西 顶多使减水洗也洗不干净 是不是 等他拿彩一画 麻烦了 出事了 那油跟彩一合呀 容易烧焦了 烧黑了 那非常容易看的那是 另外一使过的盘子 有什么 有划痕 有划痕 这个就需要放大镜了 看看那个彩啊 那划痕是在彩底下过去 还是从彩上的过去 从彩上的过去的 有两种 一种人为的差异下 另外一个找那破绽 有那划痕呢 在彩底下过去 那不是后挂彩吗 对不对 现在没必要后挂彩 为什么 他能做摊 他能画彩 再一后挂 他哪找那胎子 找那坯子 这找不着了 这回答的 你同意不同意 我同意 还有谁问你 没问题了 据说请问 说问 阿彪有点 您说 您说 我刚才给你指了 也有四个的 这不是绝对的 没准连画工啊 一时高兴多画了一个 这说不定这个 但是 从绘画风格 到这缝和其他的绘画 都符合元代要求 胎子又的都符合 那我们就承认他了 而且我讲了 四西瓜 就是元代有 以前以后没有 再有就是新的 这个就证明了 因为这四西瓜啊 我从参加工作到现在 除了看书 和趴根跪书上看 我手里一件都没经过过 我一件都没经过过 见过一件残的 那个是那个什么 你把它拼起来 哎对 另外有的同志见着的 那是 那他你比我高 我反而我是没见过 刚才那位先生 拿那豆彩 成画那个豆彩盘子 首先第一个 那龙的画宝 不是成画的 哎呀 哎呀 什么呀 哎 其中华有 云散现象 有千光 跟铁钉板 是不是啊 千光是面积比较大 面积比较大 嗯 这个特点 对 就是现在的黄金 这个特点都仿上来吧 仿不出来 仿不出来 最重要一点 一点仿不出来的是什么 绘画风格 绘画风格都仿不出来 其他都能仿上来 不一定 反正现在目前我看没有 西瓜能仿 西瓜可能能仿出来 但是 青瓜颜色 突凹不平都反映不出来 上头的细 鸡皮中眼都反映不出来 哦 反不出来 杨老师 我问你 你一说建国 那些人国内出土 那些 那些 那些大块啊 他不能松过去 那些人的点吗 所以 鱼会不会破坏 啊 他会不会破坏 这个鱼 所以松 您国内的那个 鱼有凹陷的点吗 那个奥陷的地方 会不会有土气 我现在目前看的很少有出土的 很 啊 教堂也不是 教堂不代表 教堂出来也到不了你手里头 也到不了我手里头 我就是 您不是 您不是见过 因为瓷器啊 尤其清华瓷器出土在蒙古地区 一洗又被干净 哈哈哈哈哈哈 什么时候 什么瓷器出土以后 有这被土咬的情况啊 带彩的 尤其是黄绿彩 青花 绿彩 青花是勇 这都是从地里马上刨出来的 这都是 这全是 这都是 嗯 这也是 这都是从地里出来的 是吧 你看这彩有 你看这彩黄的跟绿 黄的 黄的跟绿的 变少了 你看这绿的变成 变成千光了 里头还千 它就变成千光了 它就变啥 青花瓷器变不了啥 嗯 因为它在在右下 右下 他在右下 这是在右上 范老师我再问一下 就是 典型圆青花和这个 永轩观摇器 它这个如果都用的塑料 它这个发色上有什么差别 有差别 分三种情况 一个 纯的 就是我说那早上的小顶 是纯的 货的 湛蓝湛蓝的 保湿蓝 如果再加上 三分之一的裹产料 颜色还是比较保湿 好的保湿蓝 如果对半 或者少熟一半的 就有点发灰了 但是有一个特点 在早期 宣得早期之前 都有突凹不平 都有保湿蓝色 都有小小的西瓜 比元朝的小 而且都有不平 突凹不平的感觉 而且都有 又的是细极皮棕眼 我在七几年的时候 在首都博物馆 就现在北口后门 建了一个宣得的大罐子 这罐子写着大清大明宣得年制 在肩上 凯书火 那个是纯国产量化的 风格完全和宣得一样 但是一点脱不平衡都没有 那是国产量化的 现在目前为止我就知道有什么一件 是国产量化的 如果有的别人同时看了以后 那就有增加了一些 是吧 那是完全是国产量 所以他一点阴散也没有 颜色发挥 整个的绘画风格完全是宣得的样子 所以最后定下是宣得的 而且管制也一样 写的意思 也是进堂交代 经过我们鉴定 经过故宫鉴定 经过孙英州先生鉴定 一致认为是宣得的东西 这个建东西现在在加莱首都博物馆一开 肯定要展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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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现在我个人看的一点东西的印象 感觉好像一般非这种典型的圆形花 因为我们看到的 就像这两件来说 都是这种非典型的圆形花 它的好像发色就要比我们所见的 永轩的官邀器的发色要浅 这是正常的 这是正常的 这种东西很可能是民间用的东西 不是官家用的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它里头有素逆波形料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波产料 民间也用素料 也有时候也用 它剩下架脚料它也要用了 要用了 老师我有几个问题 您说 你说现在宣的这个磁器的话 宣的这个磁器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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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现在要是波产的的话 它有没有这个 这个混散现象 会有这样的 现在仿呢 现在仿呢 我见到的很少有阴散现象 很少有 首先第一点 它没有素逆波形料 它也出不来那种 自燃金磁件样 出不来了 刚才我讲了 氧化骨是国防用的重要的 制造原子能的那个重要材料 它把它提出以后就不存了 不可能能反映出素逆波形料 而且氧化骨的价格比黄金还贵 老师他问一下 他问这个是什么 是不是它国产料 还是不是它气性 他爱派多少钱派多少钱 我是鉴定 我不敢价钱 我管鉴定我不敢价钱 老文官不是这个人吗 对对对对 就是现在文武出版时候 现在人超小的 现在像话很简单 有很多人 有很多人 人家干嘛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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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干嘛人家干嘛人家 人家干嘛人家GAN 谁打呀 门口才 public政策 让他们拍照 路北浪那 我在2楼 2楼 上了二楼 这么上了二楼 怎么这么上楼梯一拳 现在没办法 因为啊 这个人呢他在那位置好 位置好 明白吧 就跟我似的 如果我现在在这讲 我是北京市文物公司的 我属于管商 我要在全国学术界 我是一点名都没有 可是我在文物部门呢 在我们全国文物部门里头 在流散文物当中 他们都知道我 我在流散文物当中 我们这些人都互相认识 跟这学术派的 有好多人都不认识我 认为我这是奇谈怪论和虞论 没关系各出己见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我们是管商 我这位置站的是商人的角度 商人在过去是让人瞧不起 因为我们是又买又卖 再有一个 我的位置也不好 我这属于市级单位下属的 局级单位的下属 我们是最低层的 我不像那个在国务院工作 拿出一个国徽来 我是国务院 你也不知道我干嘛的 是吧 那个位置好 是吧 一说我在故宫博物院 人都吓一跳 首先拿着牌子以后 首先敬重你是故宫博物院的 至于干什么的 你也不知道 我就属于这种 那话说 那个 就是青春的秦农 比如说 雕词的那种 那些东西啊 你比如说 雕词的法旗器的吧 它是 发现 画了一雕 二三支箭 没有一件真的 因为在这之前 雕词瓷器 在书上没印 也没有外传过 现在书一出来 做的是五花八门 又出康熙雕漆瓷 那是马蹄 康熙根本就不做雕漆 雕漆什么时候做 是从乾隆开始 他读出心裁 他有仿生学 是吧 仿生学 仿什么 螺丝啊 什么海蟹啊 公鸡啊 什么狗啊 羊狗啊 什么枣啊 栗子 花生啊 仿七戏 只有乾隆 仿七戏 乾隆的七戏 我在这学习的时候 我是一件没件的啊 我们单位有一件破子 啊 有一件破子 很小 一个小七盒破子 我们单位就有一件 而且大家也不注意 这是一条 第二条 等到后来书上一印 全都在访 希望大家 注意 乾隆的 雕漆的 仿漆的 那种瓶子 是 这个 这怎么说 那个 那叫什么 那叫什么 那叫 太监 偷不出来 个儿太大 他抱不动 是吧 他要偷就偷盘子 碗子 小棍 他不会偷那大个的 搬不动 所以 您放心 外边 没有 几乎可以说没有 乾隆 雕漆 雕漆 啊 希望大家注意 不要买 我看了 照片不下 一二三十个 全都不对 方老师 书上尽量提到 卫尺 是卫尺 什么 卫尺 就是卫尺 卫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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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尺是他们学术界 和这 景泽镇的词 景泽镇的词 咱们不管他了 不要去管那些 跟他们没关于 见经没关于的东西 不要管那 二十年有味 有什么意思 虎皮药 啊 虎皮药 虎皮药 有 有 有 这个药啊 叫虎皮三彩 从康熙时候开始有的 一般都是民谣器 比较多 都做一些什么 船牌 小碟子 这样的东西 红 那个黄 绿 褶 三色 跟这差不多 一团一团的 啊 没有 是从 色摊上 什么叫色摊啊 就是不上药之前的胎子 然后第二次上上 彩药 彩药 不上彩的有没有 不上彩叫素摊 那就是素摊 没有 那不上彩的那叫素摊 有这个叫虎皮三彩 不叫虎皮药 叫虎皮三彩 就是 那个 翠毛 就是你讲那个一个 青春发生三种 一个翠毛蓝 翠蓝 你看到这个 看这个翠毛蓝 是吧 您刚才说是 就知见 民谣 词 对 你看到好多的拍 都拍出来 就挂着康熙 那种 这也错了 据我所知 据我所知 康熙 是不是有官谣 这咱们 另当别论 但是目前为止 故宫伯苑摆的那个月影梅花 还有几个康熙大盘子 全是民谣的 没有写康熙的 假设如果要写康熙的 那都是草花 不是官员花 不是官员花 是不是有这种情况 以后见着咱们再说 像你说的那样 我那办公室是一框的瓷器 我没有建设一个瓷片 里头带有土的 希望你注意这问题 我不会那么实施的 不是 希望你注意那东西 是什么东西 不能叫看起来是远昭的 跟我看的那一样不一样 一样的 将来你给我一个照片 我看看 照片 我看不是这个图案 不不不 我能看整个风格 我能看整个风格 我看风格 我不看什么 我看风格 是不是 紫金药 到底是什么药 紫金药就是这个药 酱药 就是酱药 就是酱药 酱药 不是 这就叫酱药 这个酱药呢 给它起名叫紫金药 就跟它定谣 那个子定 实际子定也是 基本设成 您这个酱药是什么年代 酱药 酱药如果从现在开始 酱药 从明代就开始有 从家庭丸里头就有 这个紫金药里边 它这个有红点 这个我有个香炉啊 它这个紫金药呢 有闪这个 也闪这个 就是银胶一样的了 里边还有点一点的红点 那个紫金药 刚才这就开始出来 什么什么瓷器 是景泽镇的还是哪的 我搞不清的 这个香炉 小心 注意 因为咱们这紫金药 都是非常亮亮光光的 原地很亮 不是 就是都是特别整齐的 这个 没有其他变色的东西 不是 这一色感 如果说你这儿 冷点开 那就是一色感 如果是 如果是 不是 还有问题吗 太多了 我感觉有差 是 谢谢大家